不覺得是特別說香港不放心的問題 而是說對香港不放心 就是你看到他用國安法來這樣搞香港 都知道已經豁出去 一定要將香港搞死的了 是吧 反而問題就是你留意到 習近平做了三 今次第三屆 他其實兩個兩屆都一上台 沒多久都要搞這個體制改革 就是政府體制改革的了 每一次都搞的了 所以其實他總是要搞這個體制改革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就是他搞的所謂體制改革 其實萬變不是其中 就是說將更加多的權力 直接歸入他直接管轄底下 所以你看到上一屆 或者再上一屆 沒多久 開始沒多久 他已經不斷透過創造一些什麼 什麼工作小組啊 什麼委員會這些方式 然後就親自自己領導 或者由他自己的親信來領導 用這個方式實際上 實際上將國務院的權力是侵蝕了的了 所以有人說李克強是過去 舉個開放40年以來 最弱勢的總理就是這個意思了 這個是事實 因為在過去特別是上一屆 就是他將很多應該由這個李克強 國務院處理的事務 包括他的經濟事務啊 那些東西呢 是用這個工作小組的形式 就變成你自己領導的 所以如果他一向都這樣做 這一次他這一次最新這一次是改革 就是又改公安系統 其實都是將他全部變成國家的 國家的權力 變成一個黨的權力 那這個都是和習近平一貫的做法 就是我們所謂國退黨進 就是那個黨呢 就越來越明目張膽 就洩奪了國家的權力 那這個是 過往說他黨國不分 現在只是以黨吃了個國 那這個是習近平幾次的機構改革 都是有這個趨勢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次他也都不是說特別 未必一定是說特別對香港不放心 而是說他習慣上 他就將權力收歸黨友 就是他在2019年之後 他都說自己親自領導這個對港工作 夏寶龍或者說中聯辦主任 都是他的人來的已經 那你雖然說在國務院 有一個就是港部工作小組 那個組長就是韓正 那韓正他在國務院自然就是這個副總理 那但是他同事也是政治局常委來的 那所以其實他領導這個工作小組 你究竟是由黨的領導 還是由國務院領導呢 實際上已經的界線很模糊的了 再加上有了這個國安法之後呢 實際上特區政府也都說 也都說中聯辦對特區政府是有監督權力的 那這個完全和《基本法》的說法完全不吻合的 《基本法》說得很清楚 除了《國防礙交》之外呢 任何國家組織和機構 不可以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但現在已經連《基本法》的寫法都不理 那大家也知道 就是廣告辦也好 《中聯辦》也好 其實兩位主任呢 都是習近平的人 那搞了搞了搞了 國安處就更加是這樣 那所以其實那個問題就是說 香港那個事務呢 其實就已經 第一 完全不符合《基本法》要求 就是 除了《國防礙交》之外 差不多每件事都要等阿爺發落 特別現在這屆政府 你可以想像他們完全不會有自主意志的 什麼都要等阿爺指示他們做 那所以我覺得就 就是對香港來說分不大 而這個阿爺呢 就來自三個不同的組織 三個包括中聯辦 廣告辦 和國安處 那還要上去北京向這個習近平 李克強的述職 那所以其實就 他們這幾個不同的機構 中聯辦 廣告辦 國安處 我們不知道怎麼分工 我們是不知道的 因為基本上 他們怎麼協調他們的工作的方式 基本上是黑箱來的 我們看不到的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對香港來說 你由所謂的 就是由這個廣告工作小組領導 韓正 和由一個政治局常委 韓正的領導 一樣的 而事實上 韓正所謂的領導 實際上他也有靠剛才說的三個 港澳辦 中聯辦 和國安處 而這三個很明顯也是習近平的人 所以他現在只是把一些已經違反了基本法 已經成為一種他們認為正常做法的 實際上很不正常的做法 就把他正式 有一個所謂中央的廣告工作小組去處理 我就看不到這樣做會即時對香港產生什麼影響 也看不到那些策異仔所說的什麼特別關注香港 重視香港 重視香港應該支持或者說緊跟這個基本法 現在他們破壞基本法 不根據基本法的港版來做實際上破壞香港 不是重視香港 這些說話 只有那些策異仔 李家超之人就會說 所以 客觀上 這個做法 其實也是一種正式體制上的倒退 但是這個倒退 我相信也不會即時對香港有什麼即時的反應 因為事實上幾年前已經開始這樣做了 香港的官員 三私十五局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是不是十五個現在 是的 沒錯 十五局 包括特首他們有沒有一個主觀意志 可以有效施政呢 還是一樣的事情都會顯示一下這個 就是黨中央那邊 現在新神的港澳辦 就是我覺得就 這幫這樣的管治團隊 特首也好 十五局長也好 三個司長也好 其實加上副司長也好 五六個司長 其實都不會有管治意志的了 全部都聽爺爺指示的 都是爺爺叫做什麼他會做什麼的 爺爺叫做什麼他會做的 爺爺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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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做 很簡單的 所以其實過去這段時間 你已經看到 事事都肯定是有中聯辦 港澳辦的黑手在背後 最近一個例子 就連搞這個簡約公屋 那個立法會撥款的議案 都要勞動中聯辦去背後 副票 就是說要叫那些議員 你不要那麼多話說 要支持政府 那你這麼小的事 民生事務 都要中聯辦在那裡搞搞振 那就是說 基本法所講的就沒有意義了 而事實上 現在這些事務 中聯辦都插手的話 意味著特區政府是真的沒有什麼管治的 主觀能動性的 全部是爺爺說什麼 他在做什麼 那所以我覺得實際情況 就已經是這樣 所以這次你說有個黨 中央有一個 就是香港 廣告事務的工作 工作 不可以這樣 組織也好 那我覺得到頭來 結果的分別 都是 都是 壓習近平的人 自己去管的 那習近平用誰 究竟他是側重中聯辦多些 廣告辦多些 還是國安處多些 我們不知道 那現在的講法就說 這些廣告辦 中聯辦還會繼續存在 那就是說又多了個阿爺的了 就是除了廣告辦 中聯辦 國安處之後 又多了個中央委員會 那很明顯 因為中央委員會 是黨中央直接管理的 那你誰負責廣告事務 你這個韓正也好 夏寶龍也好 中聯辦主任也好 就是 都是一樣的 都是要聽 就是 習近平的話 那所以我覺得 結果 他現在只是將過去幾年 不正常的做法 正式化了他 那所以我想對香港 沒有什麼 即時的影響 因為那個影響已經出現了 已經很壞了 那 這個問題這樣做的話 就對國務院來講 就是更加 比李克強做總理的時候更弱勢 李克強已經是一個很弱勢的總理了 但是起碼他還有些事情做 有些事情叫做 是他的權力範圍 但是現在這個李強 李強也是習近平的人 那你 就算你是自己 習近平的人 習近平也要把他的部分的權力 撕出來 去了他中央那裏 即是黨中央那裏 歸了黨管 他很想而知 習近平是誰都信不過的 他是根本想所有的權力 獨立於一身 我想他們入不入黨 意義一樣的 就是 入不入黨 總之阿爺他們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所以入不入黨 不是最關鍵的 第二 我覺得其實現在這班官員 或者現在在行政會議也好 在這個政協也好 在這個立合會也好 有些人根本是黨員 這個我相信也一點都不出奇 沒有人會懷疑 梁振英不是黨員 是不是 或者譚耀宗這些肯定是黨員 甚至很早已經傳出 以前有些高官 白允樂這些很早已經傳出 但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總之有人這樣傳過 那你說現在在紀律部隊 在司法部門 有些人其實是在地下黨員 也一點都不出奇 所以我覺得 他未必會去到一個階段 短期之內 未必會說要一些高官要入黨 但是 是不是黨員有什麼分別 沒有分別的 總之阿爺用你 那你就乖乖地 你叫爺他們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如果不是的話 你那些榮華富貴都不保 是吧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要一些高官入黨 這個不是對北京很迫切的問題 只要這幫人 繼續願意做奴才的話 是不是黨員都是奴才 一方面 他就成立中共港澳工作辦公室 但國務院港澳辦的牌 他又不脫下 那這個又是一回事 你自然都歸黨了 但是你支持那個你又不脫下 所以你不是說了 現在就 在中聯辦、廣告辦 就是 國安處之外 另外在Jorda的辦公室 到頭來肯定是 習近平管著那個辦公室 是吧 但是他對其他三者有什麼角色 我們不知道的 現在 但是他保留著 那這三者可能做到到頭來 都是聽令於習近平領導的辦公室 那麼 我不覺得有什麼分別在這裏 嗯 說到美博士 香港就是習近平做最大的 是啊 沒錯 現在習近平一人治港 現在是 現在完全都違反了《基本法》 《基本法》 《基本法》 除了這個國防外交之外 中聯辦什麼都不能做的 但是大家知道什麼都插手的 由中票 沽票 拉票 什麼都做了 外資就走了很多了 是吧 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有沒有辦法令到外資回來 那現在似乎 作用功效率很大 再加上 西方社會對中國的 看法越來越負面 對香港的看法 也都事實上越來越負面 你大家看到 在眾議院有40個議員 現在提出要把香港獨立投票的地位 在國際統治 包括我們在世衛 在這個 WTO 這些獨立的投票身份都要剝奪 那 而且這件事 我覺得遲到會成事的 那就是說 香港的獨特性 和過往你可以利用香港 多了一票 多了一個席位 這個做法 就是現在騙不到人 這樣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香港的那種獨立性喪失 自然外資也不會特別 就是眷顧香港的 那所以香港的經濟呢 就是很難好像個案那麼蓬勃的了 也有些角色會慢慢淡化 這個是中共一手造成的惡果來的 那這個情況下 就是我覺得現在在說那些什麼 搶人才啊那些東西 其實意義就 就是你看到最近邱長通公佈的結果 實際上九成多的申請人 都是國內那些大陸那些人來的 只要分別他自己在國內來 還是在海外海歸回來的原因 我經常都說一個真正的人才 怎麼會來一個法治不章 自由不保 政府可以胡作非為 沒有言論自由 沒有民主的地方 真正人才不會來這些地方 只會走的 那所以香港你看到 現在很多外國的工作人員都走了 外資走了很多 我們那些美國駐港的公司 少了一千多間 美國總領事說了 已經有十幾%的美國人 香港美國人已經走了 那這個很清楚的 我覺得 那所以 來了的人會走 外面的人會走 你吸引專才 能不能吸引到一些真正的專才 現在還不知道 再加上移民的問題 雖然近期移民數字是方緩了 但是實際上沒有消失到 仍然都有很多人繼續會移民 那個移民數字 可以說是未來幾年會是平穩的 就算不增加也不會有明顯的下降 那你見到有些環節的損失人才的情況 還是挺嚴重的 剛剛最近公佈了醫管局 原來過去三年走了一千二百個醫生 那這一千二百個醫生裡面 所謂走的醫生裡面只有15% 即不夠二百個是退休的 其他那些都是離職的 為什麼是離職呢 就是因為工作環境變得惡劣 還有對香港不再看好 那你一千二個其實是很大的數字 因為整個醫管局只有四千多個醫生 你走了一千二個 走了四分之一 那所以對香港醫療服務很大損害 那現在你總貿甚至說去英國 找回那些離開了香港的醫護回去 那你出口煮內銷 那這個真的好笑 人家走了 你過來找回去 到時候給他勾勾勾勞 那所以這個反映這個問題 對移民潮也都不會有明顯的下降 那就是說又走資又走人 那你吸引人才 也未必會吸引到真正的人才 只是在鄉島、賀建斐這些人才 那所以其實就是短期之內 這個情況不會怎麼變化 我常常見到有走資而已 但是我都見到有些資進入香港 有些舖王就要賣的了 那差不多四年前或者五年前買了的舖 現在它們要試本了 試本上13%或者8% 那有一家舖又試到1559萬港幣 那有一家舖又試到3000萬港幣 都沒有買了 那麼甚至的買家都是大陸下戶 都是大陸的資金 其實現在都在進入香港 那時候 其實舖位有一點點 要看什麼地區 香港很多舖位是過去幾年 因為租不出 或者空置情況比較嚴重 那個價格平均都是下跌的 但是跌幅有大幅很小 流雨也是一樣 政府公布數字 香港的屋雨過去在一年裡面跌了15% 這個也是實在的數字 那跌了下去之後 那任何這些資本性投資都是這樣的了 你一直跌的時候 有人會拋貨 也都有人會乘機打算收拾貨 那這個時候有一些國內的資金 下到來投機性去買入這些物業 去駁斷炒 反彈 這個也不奇怪 所以現在可能很快下一個結論 是不是說已經到底 是不是說已經有人接貨 那樣 我覺得現在國內的問題 就是很多資金都出不來 能夠找到資金出來 香港買樓那些都不知道是有沒有背景的 那究竟有多少呢 是不是有足夠的財政實力 可以摺光香港那些拋出來的鋪位 啊 樓宇呢 我肯定覺得沒有那麼多能力 那所以暫時說 就都是一個短期的現象 有個別的現象是這樣 但是你說長期會不會成一種趨勢呢 我暫時覺得看不到 這個刑事法庭就向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出拘捕鏈 就是要它承擔在烏克蘭犯下的戰爭罪 那就指控它非法規制烏克蘭的兒童 人數有多少呢 烏克蘭一方就指超過一萬六千名的兒童 被非法轉移到俄羅斯 其實現在這個拘捕鏈你怎麼看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拉到普京 還有對這場戰爭有什麼影響呢 就是我覺得就 形式上就當然 都不是第一次說它是戰犯的了 就是歐盟 我北約也講過 歐盟有些官員也講過 美國總統也講過說它是戰犯 那所以其實就 就是現在有個法庭說 發出拘捕令這樣 我覺得都是跟旋律一致的 發出拘捕令是不是抓到它呢 這個就 就是只要普京不走出來 那你都很難進俄羅斯抓它的 是吧 但是這個只是意味著一點 就是說就算俄羅斯這個時候撤軍也好 這個時候它任何人終止了這個侵略都好 俄羅斯特別是普京本人 要重新建立它過往在國際社會的位置 就沒有很可能了 俄羅斯已經成為一個國家老鼠 而且很明顯 經過這次的戰爭之後 俄羅斯自己本身很大傷 第二呢 也都在經濟上比西方的制裁近乎摧毀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快會浮現 那很快呢 我剛才變成一個紅毛 就是可能說 除了說是核武之外 在其他方面是一個無關痛養的國家 普京也不可能 就是好像過往在國際舞台這麼風光 就算那些人不喜歡它 或者覺得它是有問題 也不會說不歡迎它 現在可以大條道理不歡迎它 我想它走出國門去找一個地方訪問 除了中國 伊朗這些之外 它已經沒有在哪裡好去 所以我想拘捕令呢 就未必可以抓到它的 但是標誌還有一點 就是普京這個人呢 在國際政治舞台上 已經去到一個萬劫不闊的地步 它很難重新建立自己的位置 所以如果一場侵略戰爭 最後結束的話呢 就要看看怎麼結束 我想結束之後呢 普京的個人地位 甚至它自己個人的 在俄羅斯的執政那個前景 都會變得暗淡 這也是真的 我覺得又不會的 就是說你過去中共都 劃明劃暗的 一直支持俄羅斯的 現在它就很希望推動到 它現在看到俄羅斯沒有勝算 那它當然是希望在俄羅斯 退場過程裡面 有個角色 為自己面臨貼下金 好像近期它都推動到伊朗和 沙利亞的復交 我相信習近平都很想 利用這些 這個俄羅斯戰爭 來拿回一些彩 拿回一些彩 為自己自己貼下金的 他早前曾經有個說法 當時秦剛說了 外交部也說了 就說習近平會在這個 兩周年俄羅斯戰爭發 那一天就在這個 毛利克安全會議裡 就有個琴話和平演說 這樣 到頭來呢 那個和平演說就沒有了 就沒有說到 只是由外交部發揮了一個 對這個俄羅斯戰爭的中國立場 12點這樣 可想而知 它要在俄羅斯戰爭裡抽水 是很困難的 那大家都會將它 視為這個俄羅斯 背後是一個最重要的支持者 這也是事實 那所以一再警告它 你不要給我去它 不要幫它迴避制裁 這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我想現在更加會這麼說 那但是這個時候 習近平又說要應這個 烏克蘭總統 就應這個俄羅斯總統醫藥 去穆斯坡見面 那你只會增加各地社會 對你的疑慮而已 那但是對於習近平來說 我可能想利用這個機會 就去做些事情 推動到俄羅斯 接受某些和平方案 那這個就看它做些什麼 和說些什麼 我相信就難度很高的 因為現在的社會 包括烏克蘭 是不會接受俄羅斯各和青的 就是說你不要說你以為不打再押 不再有什麼行動了 就可以將佔領土地 就是據為己有 而事實上俄羅斯也都未必想 普京也未必想 就是全面撤軍 因為這樣就很無非死的 那所以我覺得就 就是 習近平這次去 穆斯坡呢 很可能都是再一次空手而回 而所謂簽了什麼重要的協議 這些東西都是一些很煩惱的東西 我想我都不外乎 講一下什麼 強化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 這些東西而已 或者貿易關係 賣石油啊 賣煙氣那些東西而已 我覺得如果它是在俄羅斯戰爭裡面 要想達到某些 就是共同的立場的話呢 我相信不容易的 當然是啦 就是他最初是支持俄羅斯 但是現在看到俄羅斯沒有勝算 那所以他現在就希望在俄烏戰爭的完結 有個博式嘛 這個博式是可彩嘛 所謂抽水嘛 他當然是想的 是吧 那個問題剛才我講了 不是那麼容易 那 就是他想這樣做 習近平一早已經講過了 他都願意和這個 這個習近平對話的 但是他都講了很清楚的底線 他們不會接受俄羅斯 繼續霸佔 烏克蘭一串的領土 那我相信 如果這個條件發達不了的話 就算對話那又怎麼樣 就是可能都是提醒你 你不要賣給他 不應該支持他這樣 而中國在共產黨這個底下 在我戰爭裡面那個立場的醜陋 我相信烏克蘭人是不會不知道的 習近平也知道的 習近平現在是拿著很多西方的支援 才能夠繼續抵抗的 所以對於中方想抽水 我相信到頭來 就算中方有個方案 很好的 我當有 普京肯接受 扎林斯基應該可以考慮的話 最終國際社會是否接受 都是重要的 所以我相信 就算他和扎林斯基個人不聽了電話 也都不會說 就好像沙特阿拉伯那樣 他們兩個聊天 其他國家不用管了 我相信不會是這樣 有一點重要的因素 博士 現在都有一些報導 中共向俄羅斯有提供武器 例如有暴槍無人機 甚至乎有無人機 那如果這些信息 做戰備落實的話 那習近平他怎樣 在俄羅斯進入烏克蘭這場戰爭 戰爭中去做和事佬呢? 這個肯定是局長所關注的地方 但是現在已經有些人找到 就是有些下門某間廠製造的無人機 被擊落了 那當然 北京總可以說 這些不是政府行為來的 那但是 那間製造這些無人機的工廠 一定會受制裁 那所以其實就 我一直都覺得 北京在用各種方式 支援俄羅斯打下去 這個是過項幾個月都仍然在做的 但是當然他現在想抽身 也希望在俄羅斯戰爭的完結裡面 扮演的角色 那這個會不會令到他和俄羅斯 普京談的時候 會有些火花呢? 那這個我們唯有繼續看 也有一些優惠 就是和俄羅斯 買更加多的燃氣啊 石油這樣 跟著又准許俄羅斯 某些公司用人民幣系統來結算這樣 那這些全部都做完了 是吧? 那現在普京沒有朋友的嘛 普京唯一的朋友 就是北京或者伊朗而已 那所以我覺得就 就是 就是送不送帶禮 都不是最重要的 就是禮總得送的 我相信 但是 會不會換取得到俄羅斯接受一些 就是 對普京來說 難接受 難啃的方案 這個才是絕對的 會不會換取得到俄羅斯接受 會不會換取得到俄羅斯接受 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 最終遇到俄羅斯接受 最終遇到俄羅斯接受 超級遇到俄羅斯接受 正確的項目 在俄羅斯接受